幽怀长帕富方尘 又见花飞一半春 春分是春天过半 春意正浓时 春分有余万事有余 这样一来就很平衡 春分青年 很懂得平衡的青年吧 我觉得作为人 这个动物 我是不太有平衡感的 可是我才三岁 我怎么会是青年 说到春分 周深祝大家春分快乐 听说春分有吃鱼的习俗 周深希望大家能够像鱼一样 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目标明确地努力前行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周深一直都是充满朝气 充满阳光的延气少年 不断歌唱的好听 说的许多话也好有道理 人间清醒 今天又和周深学了个新词 春分青年 那么你是春分青年吗 春分一定要吃鱼 鲸草算了 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吃鱼心草 鱼心草啊 这个凉拌的好好 当然大家可以在春分的时候 打开咱们的饿冷貌上面去看看 像什么红烧米鱼啊 清蒸笋河鱼啊 金枪鱼 饿鲤三明治啊 刀鱼 云吞 等等所有所有你想得到的美食 都可以在饿冷貌上面点到 很怀念的话就是没有剪掉米端端的白米饭吧 我要开始吃饭咯 那今天有一个演出 为了保护我的嗓子 看白了 开玩笑 自己做了歌手之后 其实不太有什么会刻意去毕掉的食物 春分青年 可能应该是说很懂得平衡的青年吧 可是我才三岁 我怎么会是青年呢 春分青年应该是为了工作 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时候 努力到非常非常晚 但是也可以在自己休假的时候 去山水间彻底的放松 合理的去平衡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工作 这个应该就是春分青年吧 那我应该是 把 你呢 近日 央视官方微博分享了周深在童心园中的表演 和大家说晚安 贴文称 清澈动人的嗓音 一起听 便听到这首歌的你 圆梦美好未来 作为一名优秀的音乐人 周深的声音被誉为天籁之音 他的歌曲不仅具有超高的演唱技巧 更有着深刻的情感表达 和对歌曲的独特理解 每一次演唱 他都能够将自己完全融入到歌曲当中 让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舞台我觉得非常的大气 而且是充满希望的一个舞台 应该算是我第一次有那么多老师跟我站在一起去完成舞台 有我们的小朋友们 有我们的伴舞们 有我们的合唱团们 而且还有我们的交响乐团的老师们 本来会害怕自己能不能够撑上这个舞台的气场 但是感觉有那么多老师们跟我一起 我们一起去传递这份爱和感受这份爱和感受 对大湾区的爱和喜欢 我觉得自己的心里底气足了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一个 大家会喜欢的唯美的一个舞台 我来这里我都一定会 每一顿都会喝一下糖 我觉得一定不能够错过 然后像长粉啊 还有一些炒牛盒啊 包括一些粤菜 我觉得都非常好吃 一定不能够错过 赶紧来感受一下大湾区的美 你一定会爱上这里 丁周深的歌不一定能梦想成真 但他的歌声真的可以让人心情愉悦 感到幸福 听周深唱歌的时候 几乎不用注意歌词 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挤住在他的表演上 优美的音色 浑厚的嗓音 无形的技巧 成熟的唱功 对歌曲的独到理解 都为音乐增添了色彩 在时光音乐会2中 孙月曾说过 周深的声音可以把人拉出来 大概的意思就是 周深的声音可以瞬间把人 从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拉出来 让人心情愉悦 看到光明 激励人前行 而且周深的歌曲 不仅让人感到幸福 而且还能够给人们智慧的启示 就像他演唱的《沃龙宁》 虽然歌曲主题较为忧郁悲凉 但是他的演唱 却带给人们一种 堪破世事的洞察 让人感到智慧上的幸福 这或许就是央视 总是喜欢用周深的歌声 和大家说晚安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 人们经常感到疲惫和焦虑 但是在周深的音乐中 人们能够找到一种放松 片刻的平静和幸福 他的音乐有一种魔力 那就是能够将你带到一个不同的世界 在那里你可以忘记烦恼 沉浸在美丽的世界中 在岁月的城隆冲击 记忆凝成的面孔 来时随风走向永恒 寄托着时间的冲击 在美丽的城隆冲击 在美丽的城隆冲击 日子凉成绚丽光影 一路山水走成风景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每时留下的面孔 每一个都与众不同 周深的音乐 真的会让人放松心情 忘却一些烦恼 重新找到内心的平静 无论是欢快的歌曲 还是深情的说情曲 周深的歌声 总是能够打动听众的心灵 让他们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和美妙 在周深的音乐中 人们可以找到一片净土 暂时远离喧嚣和压力 享受一份宁静和美好 如果你有什么暂时的烦恼 或者不开心 请你去听一下周深的歌声吧 更希望周深在未来 继续与我们分享 他惊人的才华和歌声 我觉得我是作为人 这个动物来说 我是不太有平衡感的 就可能不论是跳舞 我都会同边手 对 因为我经常就是 所有做脚的那种动作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擅长 去维持自己心态上的平衡 对就找各种方式去让自己去释放吧 我觉得该哭的时候哭 该笑的时候哭 像小朋友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算是比较有 那么一丢丢 一丝丝 一扭扭 平衡感的人吧 我觉得今天也是第一次理解到春分青年这个概念 我觉得平衡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成为非常懂平衡的春分青年 祝你春分快乐 稳你收尾 谢谢大家